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妈妈每一个人都想进步 进步 进步 这就对了 比如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的身教堂会去港来闷呢 也是想说做个小后 做个小完完 所以什么教主是一样 都是希望做那么圆满那么好 不要对关系 不要去伤害一切 大家都有一份的菩萨心来对人对事 这个是我们共同的一份的心愿 就是走菩萨的路线来利益他人到最后回到我们的本灵 叫做不生不灭 不构不净 不增不减 也就成为圆满了一切的智慧 在这个没有圆满的智慧的时候呢 我们都在学 你看我们做人的时候 学怎么了解人 去把人做好 我们做一只牛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做好一个牛的工作 比如说以前佛陀 他有做过相王 有做过鹿王 他有做过兔子 他也做过老鹰 他每一生每一生都去做了各种不同的生命的那种王 他领导这些他的相王 他就领导相群 这个相群呢 他这个大相王呢 对整个的相群是非常的照顾 关怀 他做鹿王的时候呢 这个鹿群呢 被杀 然后呢 他就会就这些鹿群 鹿王会就这些鹿群 不管你在哪里 你的爱心领导了你的群众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度了 这个度了 从这个方面 佛陀 他有一趟呢 佛陀就是 就是本身一元状 佛陀有个本身一元状 他没有成佛以前 就是这样子 什么他都学了 到最后呢 他智慧 由爱心去圆满一切的众生 所以我们呢 今天我们怎么学到 这条路怎么走 就是要利益众生 情形上来让我们呢 走向这个大智慧的一个圆满的路 这个就是 我想这个 怎么才有幸福 那我想只有利他才有幸福 没有利他 自私呢 没有一个人幸福的 自私啊 有没有幸福过 他一自私就没办法幸福了 就只顾自己 为顾别人 所以不自私的人才能够幸福 因为拥有的都会分享 拥有的都会分享 只要分享呢 他就会获得大家的爱在 你的人生的意义 大家需要你 不是你个人需要你自己啊 你的身世 别人都非常在意 因为拥有你的时候 是大家的幸福 没有你的时候 大家的幸福 可能就有危机感 没有保障感 所以我想我们是 如果走这个佛 佛道 这个灵道 我们都是从这个利他的角度去看 这个就是我们共同的 能够自利利他 自利就把自己的整个品德 把自己的品德弄好 利他呢 就让从这个好的品德里面去跟人家结缘 然后大家都能从你这里 得到好的收获 那么 有智慧 得到智慧 得到福祉 智慧呢 就是要从我们的这个本灵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本性 本心去学习 我们的本性 本心呢 就是智慧的地方 如果我们离开这个本源 本心 本性呢 学的东西呢 都是短暂的 不是永恒的 所以要学习 这个 我们的决心 每一个人所拥有的这个决心呢 要能够借着各种的管道 去了解 我们的本性呢 是一个快乐的全员 那今天大概 所以 到底 学到是什么 看人家的修养就知道了 那我们就是 姑娘是架派 正派 架派修养的 那有些人 稀稀就可能怕死了 那就 修养就不够怪了 所以说 我们知道 你看他的 学养 修养 这样看我们就知道 能够谦卑 谦卑别人 这一点就是很大的 修养 我们能够谦卑 人家做那么大的堂主 那也是 这么多人给他信用 给他拜 那今天 人家可以这样做 这就是想念了 都可以管家的看见就完了 所以说 也是一个值得 我们相当感动的 我们堂主 非常谢谢 师父讲到说 我们的堂主很谦卑 让我想到 我们的富贵金佛 南下高雄绕境的时候 有很多大高雄代表性的 这一个宫庙 就那三宫庄 董寺藏玛 还有大天宫庄 还有那些宫庄 还有那些宫庄 叫做廖山寺 他们看到富贵佛 还有看到师父那一份的宫庄 那些宫庄 在那边上 我说的事 他就不见得很明晴 我说的事 让我料理你